套得遠啊 創修佬 套得遠啊 創修佬 套得遠啊 創修佬 創修佬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裝修華 我上次跟大家說過釘膠 今天就跟大家說怎樣用釘膠來做天梯 多少對 持續愛到多少歲 不是這隻 是這一條天梯 我們說到要做這一輪天梯 就要準備一系列的材料 第一樣東西我們要準備釘膠 不過這些釘膠太厲害了 我就已經不想再說了 我們說一下其他材料 你見到這些木材 其實我就在垃圾圈那邊收拾回來 為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 夠環保 第二樣東西 廢物循環再去做 就是我們裝修到的原則 修完牧場回來之後 我們要準備訂一些工具 就像這塊尺寸一樣 將我們想叫的尺寸的部件 鋸出來 鋸出來之後 就像我們桌面一樣 進入另外一個步驟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需要先訂一個位置 才知道那個釘膠要黏在哪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要用多小白線 就像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進入下一個步驟 就是準備好釘膠 準備好這個方仔 這個方仔 這個方仔要做什麼呢 它本身是貼在那個梯板下面 我認為是承著梯板 這樣是最主要的受力位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塗那個釘膠 釘膠怎樣塗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叫一個Z字形 或者叫做Z字形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狀態 你記得你千萬不要說 自己喜歡這樣 或者打一隻這樣掃 因為你不懂Z字形 你覺得它刺得不固 我們做完Z字形之後 我們是過著剛才畫的線 貼在它應該要貼的地方 這樣握拼它 好像這樣 我們就重複這個步驟 貼上所有的方位子 各位朋友 你不覺得它有點奇怪呢 因為貼上去的時候 好像有點不太穩陣 不過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釘膠 它其實就不是AA膠 不會好像AA膠 貼上去就馬上穩固 它要用時間乾的 那個乾的時間是怎樣的呢 我會在這裡跟你講一講 就是20分鐘之內 其實它還可以動的 好像這樣 你萬一發現自己 原來貼錯了的話 就放一點好調整 然後等24小時 它就可以乾固 兩、三日的時間 它就可以使用 最佳的盡量就是等7日 但是你記住 你貼完了之後 因為它還可以觸動的關係 所以你用一些輔助的工具 例如用夾 握緊它 然後等它24小時 完全關到座之後 你就可以把夾剝下 就可以拼到你的軟梯 拼到軟梯 拼到軟梯也是很簡單的 但是準備了 一來已經弄好軟梯 都等到7日的時間 很穩陣的 現在試一下 給你們看 怎樣可以走上去 各位觀眾 躺梯 弄完之後就是這樣 等到7月的時間 它已經有足夠的穩固程度 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躺上去都夠穩陣的 這些躺梯是用釘膠來弄 我一口釘都沒有 負寵能力都可以的 今天的生活小瓜瓜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